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27号会面了欧盟职委会主席范德赖恩 并且在高峰会举行前签署一项联合安全承诺 承诺书内容指出自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以来 欧盟以及成员国总共提供了高达新台币约3.8兆元的援助 其中军事方面就占了1.3兆台币 但这还是不足以让乌军击退俄罗斯的全面侵略 而现在欧盟的安全承诺除了确保提供乌克兰 稳定可预期的晶圆 还包含军事训练协助乌克兰改革国防 以及军火产业合作等方面 另外泽伦斯基此行还分别与立陶宛 以及爱沙尼亚签署双边安全协议 凸显在俄乌战争持续焦灼之际 基辅当局正积极寻求盟友援助 三地新闻社会社会报道